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恶书电影,我是凤姐 一个喜欢看电影又爱吐槽电影的软妹子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就得挨揍的电影 故事的开始,老吴和老李在饭店里吃着饭 无聊的两个人开始闲聊起来 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是胖子就要去当相扑的一句话 可他们的随口一说,却不知马上就要面临杀身之祸了 这时一个胖子也是一个相扑,正坐在他们旁边吃着东西 老李还担忧着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给他听到了 但老吴却说了,应该没事吧 可胖子却诡异的向老吴他们凑了一眼 老李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然后急急忙忙的就买单走人了 走出来之后,老吴还说着老李 你怕什么,不就是一个胖子吗 可话还没说完,刚刚那个胖子就出现在他们的背后了 他们才意识到害怕,然后加快步伐就走了 他们穿过了几条街,以为甩掉胖子了 可没想到胖子又出现在他们的后面 以飞快的速度向老吴他们跑过来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几百斤的胖子竟然也能那么灵活的奔跑 后来老吴和老李进了一家酒吧躲着 这家酒吧就VIP才可以进去的 所以他们暂时可以躲开一阵子 于是他们就在酒吧里喝起了酒 迷迷糊糊的喝了很久 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了 他们本以为胖子就这样走了的 可没想到的是,胖子还在酒吧门口对面守着 还摆着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胖子见他们出来,也是第一时间冲了上来 老吴老李也立马的跑了 然后又是被胖子追了九条街 最后他们还坐上了公交车 可是胖子还是依旧追上了公交车 站在他们的旁边 这时,老吴和老李想跟胖子道歉 承认了他们的错误 可胖子并没有理会他们 还是一副诡异的目光看着老吴他们 之后,他们下了公交车 然而胖子还是一样穷追不舍 这时,老吴和老李觉得 与其被追死,还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他们就拿起了铲子 等胖子走了过来 老李率先冲了上去 以铲子打向胖子 可胖子却没事 然后老李又打了一铲子 胖子还是没事 这时,胖子出手一圈 把老李打倒在地 死了 老吴看到了这一幕 吓得他 铲子都丢了 马上就跑 最后,老吴在树桩后面 躲过了胖子 胖子也看到老吴不见了 然后就跑了 而老吴想着 当当不死 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老婆 还跟老婆说了一句 我爱你 而老吴一转身 又看到了那个胖子 在他身后 这时胖子 微微笑地展开了双手 表示要抱老吴的节奏 然而这一抱 随着一声咔嚓的声音 老吴的手机掉了出来 屏幕上就是妻子和女儿的屏保 故事也就结束了 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随便在人家后面说坏话 不然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还有就是 日本的胖子真是太小气了 好啦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